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今天抵达亚洲型的最后一站菲律宾将参加区域高峰会,在他的专机抵达前数小时,当地震报警察以高压水柱对抗上百名反川普的示威民众不让他们接近马尼拉美国大使馆。 综合外媒报道,示威者们手拿川普滚蛋,打倒美国帝国主义等自拍,在街头游行抗议,被镇报警察以警棍判断牌阻挡,并从一辆消防车上喷出强力水柱对付抗议人群。 示威者中一名年仅18岁的学生丹迪Alexis Dande,受访时表示,川普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个执行长,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要来推动美非之间的不平等条约。 川普结束在越南的亚太金河会,APEC峰会与每月双边会谈后,于今天下午6点左右抵达菲律宾,他将参加一项区域峰会,会晤东南亚国节,阿兴领袖及其他东亚国家领导人。 南海为亚洲主要航道之一,并有丰富石油蕴藏,主权争端持续延烧,中国宣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 但台湾与东协中四个国家也对南海提出声索,川普今天稍早才在河内对越南总统陈大光自见,我是个很好的调停与仲裁者,若南海问题需帮忙可告诉我。